小杜老师 第一次见山娃 我就觉得她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她总是自己一个人玩 也不太爱说话 心里好像总是藏着事 没想到 她的身世这么可怜 一个被妈妈抛弃了的孩子 伤心是没人理 难过是没人懂 怎么可能不成熟不忧郁呢 岛上的大人 都觉得山娃可怜 都想办法要照顾她 可是山娃脾气倔 从来都不接受别人的好意 没想到 她对你这么信任 她信任我 可能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懂她一点吧 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要自己了 这世上 还有谁是值得信赖的呢 别的孩子受了伤 可以去母亲那里寻求安慰 山娃 只能一个人去角落里 填尸自己的伤口 怎么说的你好像经历过一样 我只是想象力比较丰富罢了 人这一辈子 就像夜里行传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暗旧 什么时候遇上风浪 可无论你遇到什么 到最后 肯定都还是你一个人靠 小苏姐 坐吧 小苏姐 坐吧 你们好棒哦 我说小苏老师 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啊 连个台灯都没有 是啊 岛上去年就买了一台发电机 所以孩子们只能靠这个 你们还笑 休停电了 你们等一下 我去找蜡烛 等等 发电机在哪儿啊 要不带我去看看吧 邵叔叔 你是医生 你还要修发电机啊 叔叔试试吧 小邵叔叔 你真棒 你真会就发电机啊 怎么 不可以吗 往里 往里边找 我看到了 看到了吗 就这个 以前啊 登山的时候 营地里头 也有这种类似老师发电机 我呀 还记得当时 遇上风暴天气 我和我的另一个队友 就是负责修这个的 好 怎么样 小杜老师 想要看我了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孙老师说 因为你 伤亡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真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么喜欢你 你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当时那个梦 我只跟你说了一半 那天晚上我梦到的 其实是我妈 我妈早就离开我了 我对她的回忆 只停留在五岁到六岁之间 跟晒娃一样 我也早就记不清楚她的样子了 我无数次梦见 与我妈见面的场景 可是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我妈突然站在我面前 我应该怎么办 我是该拥抱她 原谅她 还是质问她 这么多年到底去哪里了 这么多年 你有找过她吗 没有 我不该跟你说这些 或许她当初离开你 也是有原因的呢 是吗 你觉得什么样的原因 可以成为一个母亲 抛弃自己儿子的理由 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经历 你的故事 我真的很开心 小苏 其实我很想感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能听我说话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 说起过这件事情 你是第一个 明天就要回城了 明天就要回城了 希望这一次小岛之行 可以让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回忆不仅美好 而且难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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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得好好看看你啊 我有什么可看的 我都快饿死了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 你这死丫头啊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的 站进干什么去了呀 还跟个没事人似的 我先给你吃 她没把你等着吧 她能把我怎么样啊 不过我发现啊 这雷宇峥她有另一面 另一面 哪一面啊 雷宇峥 她其实是个不错的人 天哪 堂堂雨天的老板 跟你一起在荒岛上 钓鱼 还修发电机 没听错吧 没听错 我也觉得奇怪 在公司的时候 别人看见她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可是在岛上这两天 我觉得她并没有 那么拒人与千里之外 而且还挺贴心的 挺会照顾小孩的 难怪了 何群飞那么向着她 看来这雷宇峥啊 还是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对小苏 嗯 你这什么表情啊 这表情不对啊 什么表情啊 该不会是 想什么呢你 姐 我们两个是两条道上的人 永远交织不到一块去 煮吧